你家就是我家 我家的屋頂花園 可能是鄰居的電影院嗎 走進社區 沿路上有共用的圖書館 廚房與澡堂 在台北都會中心 即將開幕的中泰美術館 要帶領民眾 駛沉在建築師的想像世界 勾勒出未來家的面貌 詩人要跟科學家一起共同協作 這是第二個概念 那第三個為什麼 我們建築師裡面 我們要找一票的年輕的建築師呢 那是我們認為台灣的未來 下一個世代的想像力 會遠遠勝過我們 iPhone 6之前的世代的想像力 開館首展 Home 2025想像計畫 邀請了阮慶岳 詹偉雄 謝宗哲共組策展團隊 梅河跨世代海內外建築跟設計專家 實踐未來居住想像圖 將會是台灣首創的聚焦帶城市 與未來的這樣的一個美術館 秉持著中泰集團 A better tomorrow 這樣的一個信念 我們將會努力讓自己 成為一個新型態的平台 數媒以及智庫 來推動各項的藝文的 這樣的一個可能性 讓人耳目一新的中泰美術館 位於市民大道跟建國南路交叉口 原本就工廠老屋林立 但從2007年起 不少地方民眾開始引頸期盼 老社區搖身一變 注入藝文的源頭活水 平衡一下 不要一邊豪宅 一邊比較落後一點的老社區 那在此很感謝中泰建設 他們三個月內就承諾 幫我們所有里內的地磚更新 還有包括回饋了我們公園改造計畫 還有我們的停車位的回饋 那也實現了這個我們老社區的翻轉概念 最近這十年 我們認為更應該扎實我們第一階段的工作 跟第二階段的工作以外 我們更配合社會公益的結合 跟我們企業的結合 做一些社會公益的實力 恭喜中泰美術館正式開關 從外觀到內部裝修 中泰美術館處處可見 時尚新穎的建築巧思與創意 這是剛獲得今年台北市基歐里長表揚的 大安區昌隆里里長王志剛 努力不懈跟企業爭取回饋地方建設 不但改造原本凌亂的生活空間 更將藝術在社區有序扎根 記者郭燦勇 蔡邦邦導